总统蔡英文到新北泰山参加宪兵监行营区的完工启用典礼 国安会秘书长顾立雄 国防部长邱国正 两人一左一右都陪同 听到媒体提问顾立雄没回应 倒是一旁的邱国正眉开眼笑 外传520后顾立雄即将接掌国防部长 据他的位子则可能由现任的外交部长吴钊燮回任 应该是以政治公告为主 那我个人的态度就是说 只要在任何的这个职位上面 必须要努力工作到最后一天 那我目前仍然是外交部的部长 也因此我应该责无旁贷 那也要心无旁骛的把外交部的这个工作做好 就整个国安的全班的考虑 我想这个可能是部长未来 在这个部分其实要去考量的 两岸关系它其实非常重要 刚刚委员所说的 那有一个陷阱我没有跳进去 我也不想跳进去 就是说我现在还是外交部长 那我会把外交部长的这个工作 那如果是身为外交部长 也应该要去考量这个部分 对于未来的人事安排 吴钊燮不愿多谈 不过距离520倒数 外界关心就会即将访台 参加就职典礼的外兵 访团层级跟人数 能否突破以往记录 状况非常的踊跃 那也因为外兵来的 那个层级很高 团很多 非常的踊跃 所以我们外交部这边的 那个协助的这个能量 我们是担心不足 所以还要从其他的单位 甚至是从海外调回 那个可以资源的人力来 团数应该是超过40团 那可能人数还不到800 大概400多500左右 人首副元首等级的 八个 八个国家的元首或副元首会到 有没有总理副总理等级的 就是那个 涵盖在内 涵盖在内 来自世界各地 庆贺团即将访台 民主盟友不为中国打压 实际行动力挺台湾 明时新闻 林静网敏周全威瑜 台北新北综合不倒